Hello 大家見不見了 現在大家又見到雷王 很開心 萬眾期待 我不在,我不在 人在心裡還未回來 還未回來 要朝暈的 暈拍都不齊 還留在日本 我回來還在吃日本 其實是沒有回來的 沒有回來的 即是我們得到他人 也得不到他的心 心還在日本的英俊小生 不關他小生的事 好好好 有什麼留著你的心 我是睡醒 待會下去吃雞丸水產 不如這樣 然後 在香港 也有日本菜食 很灰 為什麼這麼灰 快說來聽聽 為什麼留下心在日本 其實我應該在哪裡 從何說起 就由你上飛機說起 通常旅行 之前想起有什麼好玩 去完玩回來 回來之後再回味 分三個步驟 你說 為什麼你會知道我 很不想回家 正常 每個人都去旅行 都不想回家 即是我不是例外 你不是例外 好過我逆時 他嫁掉了 而且去日本也令人感覺舒服 是 好了 上飛機 怎麼可以去旅行 就嫁了這麼厲害 我媽媽也很想 先說你的筆 先說我的筆 先說你的筆 日本 OK 我從未上飛機之前開始說 就是 我們搶錢 搶錢 搶回來 就覺得這麼大疊 日館紙 掉水 不是 它是大疊到 我找信封莊 現在很有錢 大家以為我父母 有誤會 雞皮紙袋 貓這麼大件 很大疊 然後我就覺得 這麼好的 沒有這麼多錢 我也不在意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錢 一轉頭就收到電話 找到電話 找到電話 孫小姐 你在哪裡 沒錯 然後我就說 要來打劫他 然後他說 我們槍錯了 你可不可以馬上回來 我說不行 我現在開工 然後整晚不斷地打給我 我想說 你可不可以11點半才打給我 我現在正在工作 我現在整台都是客人 我現在很忙 然後11點半 他就說 我們整晚都不回家 因為我們給錯了錢 然後我就說 你給錯了多少錢 我打算你給錯一二千元 好嗎 你給錯一副身家 他給了十倍 OK 好厲害 發達 明明應該給我三十萬日圓 他給了三百萬日圓 沒問題 女王洗 女王洗 沒有難度 那一刻我看著那疊文字 我就覺得 如果可以不用給回去就好了 就是有這個念頭 好像想拿著貓 我都覺得過到去 這疊文字很好用 這疊文字很好用 他還有一百萬日圓一疊 三大疊一疊 好吸引 一百萬日圓一疊 要好玩一下 我告訴你 他真是幸運 因為怎樣買呢 第一 我是打電話去的 我打電話去 預訂銀子 即是要付多少錢 他就留在那裡 所以他就有個電話 第二 他不幸運 他沒有抄得我的身份證 哦 這麼爽 沒有 所以如果我沒有打電話去 我只這樣走進去 唱歌離開 他沒有你收 他沒有收 很麻煩 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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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會找不到我 人海消失 你街客 而我又會不知道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日圓很小 我當作一個韓環的小孩 你會不記得 我會不認識 哇 還要花多少錢 那些 沒有 去Chanel了 很開心 但很可惜 未出發先興奮 很興奮 發達 他打給我 然後我看他要搭錢 肥嘟嘟很棒 不過如果不給他又不行 如果不給他 然後他老闆要他陪 很慘 然後他一家大小 如果他看不開 他走去 哎呀 不要了 然後就急急 真的還 然後發覺 很薄 只剩十分一 只剩十分一 賺多了錢 那些打工仔都很可憐 真的要扭出來 我小時候試過一次 是嗎 就不是那麼多 很輕生 沒有 兩百多元 當時只是在這裡做收銀 大小子兩百多元也挺多 算了算了 不要緊 從此之後 你現在算了算了 即是老闆不用你找 都要 是規矩來的 不過從此以後 看到別人找多多錢給我 一毫子也好 一元也好 都還給別人 哎呀 真是好人 真的試過 真的有個銀行職員 真的給多了幾百元過來 然後我說 喂 是不是多了 他馬上鬆口氣 哇 幾百元 六尺 雖然不是說特別多 好過給我 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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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幾萬 我明明是 二萬多元 給二十幾萬 哇 那位伙企真是可憐 真是街上 很麻煩 整年人工 整年人工 他又給你 他又給你 然後你便洗了 我洗了也不會知道 我便發覺 為何要洗劑都還沒洗完 不出奇 你多的時候 真的隨時不知道 我去日本 我是很努力地洗錢 我定額 每天就洗多少萬日圓 好啊 但就不是拿著十大疑錢 不是 拿著你自己的答 你當我每天洗皮五萬日圓 這樣算吧 好嗎 我看了五萬日圓 我要洗掉 很有決心 因為我頭幾天是洗不到的 洗不到 我上次回來 不是今次的旅程 我上次的旅程 只剩下十萬八萬日圓 為何洗不到 很神奇 因為我想 我看到很多位數字 那幾萬日圓 我就不捨得買 不是香港女生 你去到日本 這不是港女 我看到很多個零 我覺得很貴 那這些不是港女 你又不去買名牌 那不是港女 不用說了 不怪你會洗淨 我沒有去銀座 整個過程裡面 六表三道 其實這次去的行程 是安排了什麼 除了洗不到錢 是呀 吃 是呀 沒有錯 吃 吃就是睡 不是開玩笑 沒有啊 沒有肥多 那些人說 你看看你肥多多 超超超超 我走到壞 你知不知道 不是走到生水坡 是走到 由小腿很痛 到大腿很痛 到抽筋 你還沒完 走到抽筋 然後到腳底 你不是穿一雙行街鞋 跑步鞋 去到最後是筋膜發炎 很嚴重 那為什麼這麼厲害 你走什麼路 走爛 走爛 真的很厲害 走爛才有筋膜發炎 你知不知道 我是可以走到 平時在地鐵裡 看到人在等著等著 上了下降機 說要走樓梯 活該你肥的心想 電梯也走 然後呢 我今次發覺 裝模作樣 很害怕 然後下場就是失敗了 很害怕 因為日本太開心 所以拔命去跑 而且我發覺 我是去到最遠的地方 我先說三年前 對不起 我覺得比較長 從三年前 我就跟一對離地中產夫妻去 一對離地中產夫妻去 就帶了兩個侄女去 哇厲害 那兩個女生十六歲 是去銀座看Christine Louboutin的 心裏的我 我的聲音當然很賤 心裏的我心裏 你十六歲了 Christine Louboutin的 你長大過不做什麼都不行 或者你一定要教我 很有錢的老公才行 心裏不好 不是說笑 然後呢 好了 上次跟那個 都要結婚 離地中產 當然是米芝蓮之旅 全部都吃完米芝蓮 貴格不飽 三星兩星 即是午餐 日本的米芝蓮集中程度很高 正常 但你不會每晚走進去 都一定是 有些人特地去讀米芝蓮行程 沒錯 就是這樣 我們午餐都要一星或兩星 晚飯一定三星 老實說 我把我上次的旅程 比起我今次 比照 我今次我覺得是 滿足大滿足過上次 走得更多發炎 是走得很糟糕 但比上次大滿足 今次是第一次自己安排 我上次 他們就是典型香港人的行程 就是逛街逛街和逛街 吃東西買東西 即是購物吃東西 上次都是逛街 有誰去東京不是逛街 但是呢 他們是逛departmental store 沒錯 我今次 完全避開不逛departmental store 你是逛什麼東西呢 我是真的逛街的 我上次誇張到什麼地步呢 也是盲的 不看地圖的 只是看自己想去哪裏 想去哪裏便去 也沒有理會他有多遠和有多近 我上次去到日光 即是你完全不看地圖 不看的 我上次去到福島旁邊的日光 很誇張的 是 上次去到日光東照宮 我發覺很多香港 經常去東京 正常去東京通的人 都沒有去過日光 日光是一個崩潰地靚的地方 首先這個地方 你覺得人結地靈到瘋 如果你相信 紫棋東來 人結地靈 龍月 尋龍點月 那些地方 你去到那裏 你覺得那裏很棒 第二 他那個日光東照宮 即是那時德川幕府的祖墳 家廟 再次 如果我說錯 請讀者朋友跟證我 就是這個第三代將軍 好像德川家光 為他爺爺創黨主席 是德川家康 建的家廟 那時候是德川家族 最有錢 權力 最盛的時候 那就是撒銀子 所有東西裏面 有那裏 有那裏誇張 有那裏誇張 有那裏多金 有那裏多金 所以那裏是非常漂亮 那裏是日本最複雜 最華麗的 最華麗的 華麗的 華麗的 它又不是鳥居 但是 你當是神道的神社 技術又不是神社 Anyway 是漂亮得很厲害 還有那個地方有溫泉地帶 可以行山 你只要在那個車站 如果你不搭巴士 你走去日光通照工的過程 都很漂亮 警式秀來爆 那第二個去的地方 上次就是淺草 雷門 觀音寺那裏 是好像東京第一個寺廟 佛教的寺廟 好 那我上次去這兩道 那這次就不去這兩道 那我這次去做什麽呢 那很多聽眾的關心 就是我想 就是 咦 你排了四個半小時等吃壽司 這樣 那到底是否值得呢 這樣 這些有沒有排那一間 我想問 沒有 我沒有排四個小時吃壽司 四個半 為什麼排四個多小時吃一塊壽司 周圍都有壽司吃 對 不是一塊 第二 那是足地市場 那間店 這次我第二天已經去到足地 吃了一間 這樣 Supposedly是老店 吃完之後就走出來 沒什麼感覺 接著 就隔了兩天又再去 一星期二 我第一天去是星期二 下雨下到媽媽也不認得 好 很大雨 很大雨 接著隔一天 陽光普照沒有去到 一星期三會放假 那星期四又再回去 又下雨了 我已經乘第一班車 五點十七分 神機大了五點十七分 是 走去到排定隊 所以 是六點正 然後 等四個小時 三十五分鐘 才進去 已經有人龍 人龍 人龍幾百人 第一班車 那些人是怎樣去的 我不知道他們在那裡睡 還是什麼 我都很想知道 我真心很想知道 第一班車去到 已經有人龍 即是他們半夜就已經排定 據聞有人兩點鐘才去排 他開五點鐘 提了三個小時去排 但他又聰明 他也是等三個小時 我等四個半小時 但他等三個小時 是不痛苦的 因為他在室內有棚 怎麼可以等的 但我那四個半小時是擔傘 即是龍貓 我那四個半小時裡面 在三個小時是擔傘 然後周圍的人遮遮遮 我們在想 附近前面和後面 都是有香港人 大部份是香港人 然後有一零星的台灣人 然後我想 如果現在突然有個強國的大媽 走來打籤 他很糟糕 他真是嚴重 肯定被人打到 牙都飛出來 沒錯 不顯示肉餅 我變壽司 我們等到 然後又急著想去廁所 又不敢走開 你走開的位置一定不是你 你回來 到後來 大家聊天 聊得很熟 才問 你可不可以幫我繼續 謝謝你 然後去廁所 去廁所經過的時候 就買一件大媽 然後回來 繼續想 衝擊 繼續等 好了 四個半小時 四個半小時 你問我 我本身這次是想去 銀了那七大壽司名店 OK 真是數街 特別是這個 如果沒有 即Susiguro 中文好像是譯 日文好像是譯這個 小野次郎 即是這個壽司之神 九歲開始做壽司 做了接近八十年 我打去預約 接著電話又變成錄金 我又不懂得聽日文 我留言他又不會打給我 這樣 結束了就去不了 這樣 那一間店 我想香港人會知道它的原因 是因為那部電影 《壽司之神》 第二是因為奧巴馬去日本 是不是 手上也是帶他去吃這間 那我就很想去試一下 因為好的壽司 的確是不能回頭 OK 我還沒說這四個半小時之前 到底是否值得 因為是很不好之前 我想說我最近 其實已經揭衷了 我最近吃過最好吃的壽司 是在香港 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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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和你去過那間 中環 嗯 嗯 OK 應該是 那間是 怎樣你覺得不能回頭 這個會解答到 為什麼 這個四個半小時 是 好 但是 不是那個 居然 很簡單 回答你們 就是 為什麼最出名 最貴 最厲害的 那些 即是你預訂半年都預訂不到 那些壽司店 是在銀座 不是在足地市場 嗯 因為這間店 我分階段說 大家看看 說得很亂才會明白 我想說 就是 好了 你足地市場是最新鮮的 那如果一般人吃壽司的概念 我講大部分人 不是真的會吃的人 就是說 足地市場很新鮮啊 很新鮮很新鮮 常常都說很新鮮 如果是這樣 應該足地市場的師傅收到最貴 為什麼他只收3000日圓 3600日圓 或者4000日圓 現在是他最豪華版的了 奧馬卡士說 他只是收這個價錢 但是在說銀座的師傅收到十倍的價錢 分別在哪裏呢 分別不只是新鮮取決一切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技術在哪裏 你compensate這個時間 我由他早上拍賣 到他運到去 他選了魚 然後可能六七點運運運運 運到去八點放在門口 那些徒弟翻到工 就是八點到十二點 他只是準備好 他有沒有拿炭火燒過紫菜 觸地市場 沒有啊 我可以回答你 第一下雨 已經潮濕到瘋了 第二 他是貼著海的 濕度很高 紫菜是軟的 他上軍艦的時候 紫菜軟是很災難的 我告訴你 連香港 千兩也做不出這件事 千兩 他的紫菜都不會拿炭火燒過 但起碼不會是軟的 但足地市場 我吃過這麼多次 這麼多間 都是 這個挺有趣的觀察 我問一下觀眾 你問一下 你問一下 你問我 這四個半小時 師父其實 他是超額完成的 為什麼呢 一間壽司大 可能很多聽眾都去過 很多聽眾都說 很多人都去過 哪個傻子想去排 你儘管去排 因為 為什麼我說傻子 不是各的所好 其實不是師父的問題 師父沒有問題 第一 你進去之後 你問他什麼 很熱情 很友善的 每一件壽司 他擺下的時候 他知道你是香港人 他就說 抽到魚 然後 方釋你不知道 廣東話 不哭 廣東話放下 笑容很舊 然後有親切 很友善的 到最後 他還會做貿易 有一塊 是免費 有一塊 是給你選擇的 他沒有限 你可以去到最貴的 你要吃肥拖羅也可以 你要吃秋刀魚也可以 你喜歡現在 尤其是這個季節 剛剛是有一個 不是冰的 沒有醃過的三文魚子 因為現在是季節 9月、10月、11月 你可以吃到新鮮的三文魚子 那你選擇 你選擇 你選擇最貴的牡丹 什麼都可以的 你喜歡就可以了 其實他是超級完成的 作為一個餐廳 他是很好的做得 但是 為什麼會四個半小時 他做得好 你們去我明白 但是他的好 並不是銀座師傅那些好 也不是我這十人吃過 最好的壽司 It did not change my life 那就是師傅很重要 但是香港人 對不起 真的要說一句 就是小龍DNA 真的就是小龍DNA 因為你覺得大件 抵食 那些人就覺得 又有三文魚子 有Igura 又有Tutoro 你明白嗎 即是以量取成 以量取成 大件的魚 大件夾抵食 大件夾抵食 還有有貴料 這個是心理 香港的心理 4000日圓很抵 嚴格來說 又不說他錯 問題是師傅 增值就是這件事 都是那條魚 你先怎樣切 是 飯也不同 即是受過很高深教育 中學小學教師那些 你很難要求太高 因為的確是 這麼小的一件事 吃才算 其實不是過那麼廣舊 廣舊是什麼意思 不像那些離地 去齊也要三顆星 兩顆星 不是那種廣舊 而是有可能吃飽肚 很好吃 覺得很高興 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抵不抵 以香港人來說 最重要是抵不抵 要懂得欣賞師傅 就不容易 欣賞是另一回事 最重要是抵不抵 經常聽很多吃自助餐 看怎樣吃才可以馬上翻盤 最短時間之內翻盤 這個就是普通的香港人 很多人都是 我回應一下 這個正常 我回應一下聽眾 聽眾問 為什麼不說今天的記者 我們是會說 一定會 香港人享受生活比較重要 我們講了一些無謂的事 其實做節目安排很簡單 你將最重要的那些 放在尾 聽眾會聽到尾 你明白嗎 日本也很重要的 不是的 現在人們都很鼓噪 為什麼你不說 為什麼你做離地中產 你不是在橡牙塔生活 為什麼你還在說壽司 為什麼你不直接說記者 因為我們會說 沒有什麼 這叫好離地 這叫好離地 享受生活 不是離地 欣賞師傅 那些心血都不是離地 日本也是香港人很喜歡去的 一個熱門地方 好了 我就講這個 三千日圓的壽司 和三萬日圓的壽司 分別在這邊 分別就是 它反而沒有那麼新鮮 剛才說了 開了一股 沒有那麼新鮮 為什麼沒有那麼新鮮 你會願意給10倍價錢 就是師傅的工價 第一 剛才提過 它是不是炭火烤紙 再逐一張逐一張烤 第一 第二 它的八爪魚 是怎樣處理的 我們在說那些三萬日圓的 它真的有一個學徒 很慘 每天就回去跟八爪魚按摩 它有一份工作 就是幫八爪魚按摩 如果你猜我 日本有多貴才可以 他是不停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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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兩個個小時 就是當它是神戶牛 對 捉到它你不要那麼像跟 乖 不要像是鞋底 你的八爪魚都很慘 真的很舒服 他死得很好 之後才去到神戶 我在香港那間吃的八爪魚是一整餐的 是一整餐的 你很難做到這件事 它不是蚊子的時間 那就是功夫 蚊子的時間長時間 它是會難 但它不是綿 它是直接是綿 它變成像棉花糖 這真的很神奇 還有 你想知道師傅的功解有多厲害 你看它的湯芽 香港那間它的湯芽馬上做 還是暖的 它是剛剛做完出來 而真的好的湯芽 其實不是只有蛋 是有蝦膠的 加上還有 它的十倍的價錢 包括了它的非凡的廚雞 就是它的季節 季節包括什麼呢 夠飯用什麼醋 厲害的師傅 白身魚和紅魚的醋已經不同 甚至我知道有個師傅 它是四種不同的醋去混合 有比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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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那些醋的廠商 它們是工資幫它做 專門給它 而是不會在外面賣 醬油也是 甚至我師傅 自己釀醬油 這些全部都會有分別 很細眉細眼的事 實在是很重要的 你想想日本這個國家 它裏面的人 等於全部都有強迫症 每一個人 他連掃地那個 他都很用心地掃 很閃 很善 我怎樣可以掃好地 然後我怎樣才可以最優雅 最優雅 最不阻止人 又可以最乾淨 每一個人都很自信 以他所做的事 引以為榮 而不是差不多才差 其實日本和中國最大的分別 就是態度在哪裡 你看下去有什麼分別 日本小這麼多 日本是一個島國 是不是天然資源很豐富 並不是 正是 因為相反天然資源不豐富 所以他才很親愛自己用 用得很仔細 其實呂和妳沒有講錯 你單起來沒有說 價錢分別 別人知道與每年分別 就是看起來看起來很不顯難 但每一個細節 別人都做得很精細 每一樣工具都是用得最精細 最細微 以及百分之一千的 infer trzy 就是認真 但這樣亦有些不好的 就是他國家自殺率高 我覺得不認真 因為每個人都對自己的要求過高 責任地過高 我以前小時候都是在日本公司打過功 他們又不是什麼強迫症 但他們是用他日本的文化 初初來管理 那時候80年代的百貨公司 成行成市 在香港入資百貨公司 很高級,很威風 但他用他們日本的經理來管理 香港的我們這群伙伙企 管了幾個月後 發覺真的不太行 因為他們那種仔細 或者叫的那些忠心的口號 發覺我們 這群香港人經常在背後笑 我們不知道他們這些是什麼 但他們覺得 很重要 可以提升士氣 即123456766多德 對 類似 類似 對 但他叫日本口號 或者他們那些仔細 我們又不懂得跟 又不懂得欣賞 但對工作完全一點作用都沒有 反而做了一個文化上的紅溝 過了沒多久之後 但現在鄰近地區的公司都叫口號 鄰近地區是另一回事 我們那時候 後來 沒有多久 沒有多久之後 發覺中下層的經理 慢慢慢慢用回本地人 開始本地化 才貼合香港的管理和效率 即是日本去到香港 他都要退一退步 不過是可以的 管理也是可以的 鄰近地方 如果是龍虛作假的 就是什麼 不用說 即是不值得 不入流 即是不合乎世界的文明潮流 當然有些地方都可以的 日本製的性格和德國佬不一樣 認真得爆 他學一學 他學英國和德國 很厲害 真是認真 學英國和德國的飯 因為日本真的是亞洲版的德國 而德國就是歐洲版的日本 但為什麼兩個國家會這麼什麼 什麼 就是這麼mirror image 不是啊 除了德國的食物很災難之外 其實不是的 德國的食物很災難 我覺得很災難 你吃過什麼東西啊 你去哪裡啊 他讀意大利給他 你去吃過什麼東西 來吧 不是啊 但真的沒有東西好吃 下次我帶你去 好好好 他勾走我當然會拔你去 但我真的覺得跟意大利無法給 是兩種很不同的理論 意大利有他們的自由奔放 德國佬認真起來 都挺過癮的 但先講到日本 免得大家神又去德國 日本那邊吃過壽司 有這樣的體驗 還有什麼體驗 分享一下 吃 試過你睡了一整天去不到街 住很便宜 不是酒店很便宜 上次去都很便宜 是民宿 不是民宿全部都很便宜 但現在忽略了一個時差 二十年前他很貴的 但他在時間範疇 沒有動 喂 大哥差很遠 他二十年沒有動過 不是 鄰近地區都沒有動過 他那個文明的水平 不是 鄰近地區的租金 地價都很瘋 神經病 不是 他的文明水平 還有他的民權 各方面都是退縮 但因為他的地價租金 退縮了 你不覺得他便宜了 大哥你三萬五千元 即是二千元 你知道嗎 有些人說 你加上什麼猜響地稅 等等 我給你加到 還加到二千元 你想一下 你在香港租過迷你倉 大一點的迷你倉 都比他多 貓屋都租不到 是啊 而且他不小 貓屋心表贊同 我記得是二十七米 二十七平方米 即是二百七十尺 香港二百七十尺 二千多元 好像是豪宅 空宅 現在是豪宅 現在最新的 那些 叫做什麼 湯盆 走進去 大概是房車的 停車位 面積 停車位 新盆 不關女王不想回香港 住又便宜又便宜 你衣食住行 你說香港人有什麼 就三五個 香港有什麼可以引以為 還有今次我最大的體驗 就是 你香港死定了 香港在旅遊排行榜 是排得第十的 全球 居然有榜牌 有榜牌 我看到這個列列 因為它在Tourist Center 日本好像是排第一 而香港是排第十 全世界排名 如果我沒有記錯 入香港一定是第十 為什麼 你不是覺得一個法國佬來到香港 他想吃Rubuchon 對嗎 他喜歡在街邊吃魚蛋 對 或者日本人來到香港 說想吃香港的日本壽司 不會的 你遊客來到香港 好像我們去到日本 我們就想吃他的街邊 他最棒的東西 有地方特色的東西 在你那裡吃不到的 在他那裡才吃到的 沒錯 還有別人的本土主義 就是他在不同的地方 會吃到不同的東西 最好的是不出口的 我們以前走過戲院附近 兩三個街上 已經聞到燒魷魚的香味 現在我們完全在街上 聞不到這些味道 沒有了全部 都是商場之類的 藥房等等 是什麼味道 完全聞不到這些香味 所以我不是說 呂法谷主席 真是吃得糞 他說 那時候不是十年 他不是說 雲吞麵如果拿到米滋賢星會怎樣 我覺得你真是白癡 你遊客來香港 就是要吃你雲吞麵 他就是要吃你雞蛋仔 煎釀三寶 碗仔翅 咖哩魚蛋 他就是蛋撻 他就是要吃這些 你跟別人做什麼事 你跟別人搞壽司 那條臭糕就是這樣 是不是 呂法谷主席 你吃了一間 你吃淮石料理 我不用吃你 說真的 我去法源地 我在京都 我這裡有三星 最慘的是 有些人不懂得欣賞自己 有些人有什麼好處 你不懂得欣賞自己好處也不要緊 你覺得自己胖得這樣 覺得自己漂亮也不要緊 但是你要明白 你如果是女法谷主席 你應該有個能力 知道旅客來香港 是要什麼 我覺得旅法谷主席在香港 是不需要懂得旅遊 最重要是維護到商鋪的利益 旅遊和商鋪利益 可以掛勾 這個是大 他自己也是地產商 那就是 他自己也不知有多少間店 他怎會理你旅遊 賺多少 最重要是我的店租 所以你覺得很荒謬 所以兩邊的旅遊政策很不同 人家有整個文化浪 人家有這麼多的百年老店 明治五年開到現在 然後這個 不知什麼超和幾多年 開到現在 如是等等 這些百年老店 你不見人家的地產商 急於取締 而且你看到 例如在新宿有一個C出橫丁 裡面全都是小小間的店 吃他們地產商 街道是二戰之後 保留到現在的小巷 你說裡面 其實現在很多已經不是日本人開 可能很多是大陸人開 但你不要理 起碼他有一個心去保障 他不能去干預 我不讓你外國的人開店 但是別人對文化保育 他就是很誇張本土 日本就是最本土的國家 他不懂得說英文 他很吹 但他的東西這麼好 你卻要去學他的語言 你卻要不懂得說 你也要去 因為別人很厲害的地方 其實日本在明治維新的時候 是刻意令他的日文和日語 去現代化 例如他已經把最先進 和最有用的書 包括哲學、歷史、機械等等 科學全部譯成日文 由英文譯成日文? 由不同國家 德國也好 法國也好 總之是最先進的西方語言 譯成日文 他根本不需要像香港那樣 死眼地去學外語 因為他們一定要保留 自己的文化 所以他們明治維新有人說 這不是西方語言 是日本語言 對 他是把整個日本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所以我不懂英文 就是不懂英文 我記得我以前有個女同事 去日本的機場 不知道帶了什麼 不能過關的東西 其實又不是什麼 總之扣起不准過關 他用英文跟機場的人說 然後機場的人不懂 他就呱呱吵 有什麼理由機場的人不懂英文? 我心想 你懂英文不是因為你很厲害 但是人家堅持連機場 都要說自己的語言 是人家有自尊 你要欣賞別人的自尊才行 是人家很厲害 那沒辦法 你是港女 你就覺得 以我為尊 不懂英文的 就一定是假臉 我老實說 我平時是這樣 我平時覺得有沒有搞錯 學好了好不好 這是國際語言 日本真是唯一一個例外 世界各地 任何國家有開放旅遊 不殺遊客的地方 他們都會急於獻味 急於討好遊客 日本人不是不討好你 他討好你 但在自己的方法 這個很重要 貓也是 他想你幫他拋頸頸 他會走過來 你會立即扔到幫他拋 拋到救他 就這樣壓開你 日本就是很厲害 他就是有能力本土 他的本土 他有禮貌 他保障中國文化 隨堂的文化 說到送都可以 就在日本 我今次過去 月見之會 月見之會 就是中秋節 人家有整套儀式 譬如有茶宴 茶宴 茶宴之前有個竹土會 然後有點燈 蠟燭 放燈 一堆東西 他直接強調 這是江戶時期的傳統禮儀 到今時今日 你搭身地鐵 都會見到月見之會 在哪裡 人家對文化的保育 為什麼中國人搞極都是這樣 我又要說這隻杯 這隻杯是日本的 但是你鄰近地區照抄 照抄 好了 我有個朋友買了這隻杯 貴的 他又想買多一隻 他又不買這個貴 他就買了一隻大陸的 他還要拍照給我 拍照給我 那是怎樣 有藍色燈 還有會有泡泡生出來 那就是一樣 我說你喝這個三木奶粉 你能看得出什麼問題 喝了你之後 就知道有問題 對 那不是一樣 是水 你喝了之後才知道有問題 他說出泡泡代表什麼 梳打 你明白嗎 還有人家這個技術 是日本發明的 不是你中國發明的 你中國到現在 都維持在抄的階段 你什麼時候隔身了自己的東西 你連自己的東西都保育不了 你怎樣隔身 他主要是沒有了自己以前好的東西 就把自己以前壞的東西 加起來是由外國引進來那些壞的東西 炒了一碟 真是大領落 以前中國 你看看歷史出的那些 全部是世界最頂尖的奢侈品 絲綢、瓷器、茶葉 明朝的時候 滾滾白銀湧入中國 是什麼 全世界都用最珍貴的貴金屬 去買你中國的出產 是歐洲最頂尖的貴族 才能用得起 現在你全都沒有了 乖就怪你自己不爭氣 數點亡組 不把自己好的東西全都扔掉 外國壞的馬列豬 這些都引了 蘇聯老大哥 奴才文化又保留到 還要發陽光 但你死不死 那就搞成這樣 難怪呂王不想回香港 日本的茶道 日本的抹茶 綠茶和抹茶的分別 我們有機會再講 但抹茶那樣東西 茶道裡面的抹茶 或者你直接做甜品都可以 它有分不同的級數 抹茶這東西 其實都是出自中國的 徐朝的茶藝 又是去到日本 人家保留下來 然後把它變成一個聖誕 是一個很洗滌心靈的儀式 大家穿著和服 我買了兩套和服回來 真和服不是浴衣 要找人幫你 我要自己學會穿 高難度 一個人很難穿 我會想辦法 你有生隻貓 他幫我綁 我打算去日本就穿 尤其是古字廟、神社 穿時裝很突厚 拍照出來很奇怪 有香除俗 很棒 我買和服的時候 突然有跳出的話題 我買和服的時候 那個女生告訴我 我說我多久才可以學會穿 因為她有不同的和服 她說你買的比較容易 簡單一點 變服 她還想推我買浴衣 然後我說不要浴衣 然後她說不要浴衣 我不要 就這樣綁條帶 我不要 然後她說這款 好像有難度 身上一個鬼妹 你怎麼做和服 然後我看著那邊 我說那邊的比較漂亮 臉色化青 有瘦金線 很漂亮的那些 然後她說這些不行 你真的綁不住 有太古有些很複雜的 然後我問她 那我多久才可以學到 然後她這樣給我 四年 四年是OK的 四年 真的四年 學穿了一件衣服嗎 學穿衣服 學穿衣服 但她不同的和服 不同的結 怎樣綁 她那種工整 還有她那種要求 比如這裡 人家看場合 對 多少隻手指位 不要亂禮 夠命 四年 都沒事了 好不容易 人家都是禮儀 真的很誇張 又是很認真 她打死不讓你學 因為你會穿得 古靈精怪出街 她不想賣給你 是的 有肉國體 是的 不知道當什麼 神生氣 這個很好的 即使她吸引人 是用自己的文化去吸引人 但你來到我日本 你必須要尊重我們的文化和規矩 不能夠亂來 錢不是亂收你 有些大滾肉去日本 想去滾 我聽回來 即是她都不做你們的生意 很禮貌 現在有很多的了 現在有 你知為什麼 因為那些根本不是日本女生 神經病 神經病 你又去微服出巡 看過 這些了解我當然了解 我明白 反正這班傢伙都不知真還是假 隨便 不知真還是假 反正都不知真還是假 她說日文 你就當是真的 現在你在街上 你見到她不出聲 你以為她是韓妹 原來是大陸妹 很容易喬妝 日文又不難學 有技術 應該是說反正沒有味道 沒什麼所謂 所以日本真的很棒 所以你的生物不想回來 我只是沒有回來 有時間說 有時間說 七七四十九集 你想想我印度也可以說七七四十九集 我為什麼日本說不到 很自然可以 我今天已經訂了下一個旅程 去日本 什麼時候呢 我訂了一月 一月 算是這樣 我想訂11月 這次去西邊 不是 我四月再去西邊 我一月再去東京 因為太多地方沒有去到 呂王真是幸福 還有我訂了一個 餐廳公園 日本餐廳公園 是 誇張 是不是 好 我只是攻陷了她三個餐廳公園 她通街那些餐廳公園 很嚴重 她那個上野公園那一堆 很棒 而且剪片很崩潰 有很多的 是 因為她1月31日到期 我要在這個到期之前 再去一次 30日之內是用不完的 我會再去的了 OK 到時候 聽好一點 我稍後有手信給你們的提示 我交貨 沒有不提理的 我們現在說回這個 信眾要求 信眾要求 其實應該反過來 我也覺得是一個次序 應該說記招 不是呀 傻了 我覺得這個享受生活很重要 因為說最後一句 關於 最後一句 關於日本之女的領悟 如果你在香港要旅遊業好 只要一句 就是你整理這個夜市 你可以restricted area 你可以舉例 高難度 舉例 我舉例一下 你限定一個 area 以前我記得我很小時候 Sogo這一帶還有街邊島 有很多 是 現在沒有了 如果你香港政府 你生性的話 我舉例 你四五六 你只要週末夜市都可以 OK 就是在街上 你不要跟我走到 不知道哪裡 樓浮山 奇形怪重地方 我就是要你一條街 香港一條 九龍一條 都可以 總之一條街 每晚 發牌都沒有問題 就是給不同的攤位 不同的人 可以在這裏 擺雞蛋仔 煎釀三寶碗仔 其實這次你看一下 其中有幾個候選人之所以 在選舉勝出 就是唱藝來同一樣 要貼地 給些空間 香港的生活 桂林街 前幾年都說 有初一至初三 有一個平民夜市 叫做鞞 還有一家 不知道有多少難的鐵馬 還有天光虛呢 還有屯門那些 屯門那些 都不知道 找一些疑似黑社會的人 辦護衛員 來驅趕小販 接著旺角 鑽串魚蛋 搞到暴動 為什麼會這樣 我不是騷亂 不是暴動 不是 其中一句說完 是暴動 是一個加級推分 另一個加級的暴力行動 我們還沒推分 所以我們只能說它是騷亂 其實一句說完 就是愚民為敵 就這麼簡單 剛剛有個聽眾說得很好 Jimmy Carey 其實維園有位置做的 為什麼你不維園 到處都有位置做的 九龍公園和維園 有多難 公園門口很多地方有位置做 還有很多旅遊景點附近 你都可以有很多位置做 你現在的美食車 不說出口罵飽 美食車 你這個美食車廢了 四個地點 是嗎 金子晶 安平三六両 還有這個 迪士尼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總之就是大陸人聚居的地方 你叫我買什麼 酸辣粉 什麼瘋 現在不只是大陸遊客 你全世界各地的遊客 他想試你屬地的東西 飲茶 就算你的美食車 買一中兩件都可以 但不是在那四個地方 你是要擺夜市 我們去台灣吃什麼夜市 去泰國吃什麼夜市 所以說恢復虛市這下夜 就已經有立法會議員 帶進去立法會 所以基本上 記得聯絡女王 說虛市 其實最早初 九七之後 梁錦松 做財政司的時候 也提過 騰龍虛 大家記得嗎 也有說過 其實曾經過的初步 但後來就是什麼 他們怕影響附近店舖的生意 又是牽涉到聶主租金利益的問題 其實很白癡 這個理由 我不知道那時候為什麼 沒有人駁斥他 你一個點很簡單 附近店舖就照開 你夜市開到兩點 你就跟他開就開到兩點 當時 你有人流你就自然做到生意 當時現在這班出來 跟他爭取公義的年輕人未成長 而當時還是出得師兄比較多的那班 你問八甲 我想又不是只是八甲 整個香港的那個意識形態 還是覺得應該推翻租金和樓價 因為租金樓價跌得太厲害 這件事 租金跌樓價跌 就是令到經濟不好的一個原因 他們這樣想 他們就覺得既然影響了租金和樓價的 這些什麼什麼虛 這些叫做本土經濟 梁錦松說的 就不應該再搞了 所以推翻樓價和租金就可以了 所以梁錦松不要出來選 麻煩你不要 教育 什麼什麼這些 這些全部都是他那時候搞的 現在不知為什麼 那些廣傳都忘記了 說他好 都說了 你看看那些年輕人今次最大的分別 就是什麼家科 就是跟狗的割席 你怎麼可以不割席 所以為什麼就是 常常都被人揭露了 你說回跟今天那個 橫州事件一樣 我的評論很簡單 其實一個 從來沒有做過議員的年輕人 為什麼他一動手 就騙了你四腳朝天 有做功課 就這麼簡單 那個功課最少做了十年 問題就是 人家有做功課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會發覺 為什麼他可以 到你一動都沒有 他知道有什麼要去 你就想想 凡文那些小朋友 上一次 連那個醫委會 都知道他想過 高鐵他也是想過 對 醫委會也是想過 不是被人喝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就是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本土呢 就起碼你自己的人 關心自己的地方 即是 你所謂關心自己的地方 就不只是喊口號 做得很實際的事情 實際成什麼樣子 就是這樣 橫州這件事 技術上 每一件事都很重要 而且朱凱迪 他不單止比傳統的泛民高招 他呢 大家看看這十年的社運 出過很多社運明星 社運女神等等 很多很快 就被周圍放箭 打到一動都沒有 但唯獨一個比較出名的社運 比較出名的朱凱迪 十年來未被人說過他一樣 沒有任何把柄 不是有的 那些是例外 熱狗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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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人都說 這個是另類的人 我們純粹擺事實講道理 我們見很多社運明星 一代來完又一代 社運女神 一代又一代 個個很多都被人插到七彩 但唯獨朱凱就真的沒有 因為他的功夫紮實 畢竟他記者出身 不是每個記者都處事認真 但他是處事認真 他是做足功課 很簡單 你要指示人 知己知彼百戰不台 你也要知道是指示哪個位 你要看漏洞在哪裏 今天你看看他們的雷霆萬鈞姿勢 那種快 你六八九做完那個耿煙氣之後 轉頭姚松炎已經走出來 坐在哪裏 很簡單 你文件全披露 對嗎 今天照海滴武出來 我補充一下 他身體不舒服 所以找姚松炎出來 不是他不出來 看得差不多捱到倒了 問題是姚松炎也是和他非常好 一對 一個功能組別 一個直選 一個專家 全形攻勢 好厲害 一個很貼地 一個很專家 你想要運防局局長是誰做的 現在的契弟 還是他 講到局長 大家要尋人 運防局都未夠契弟 我想問一下 陳茂波局長你去了哪這幾天 沒錯 吳克劍也是這樣的 教育出了大事又不見了 去了日本 去看枫葉 去公園 你這幾天 風頭火勢 火燒眼眉 火燒荷蘭 由船頭燒到完美 你那個發展局局長去到哪 為何今天是馬兆祥出來 去到放假 去到這樣的環境 就算你是普通公司的經理 你都要回去 即是那邊脫掉了 你明白我經常講議戰論戰 我看第二邊發生什麼事 所以說 那班年輕人所謂的雷霆萬鈞 是有原因的 以前發文 所以這次議會是一個很大的分水 剛才雷王說了 本土的虛視 本土的小婚政策 諸如此類 即是本土的民生有關的事情 這次發生新人提出來的方式 跟以前的提法 是很不一樣的 阿仰留意了97年 價值觀是一樣的 要保住樓市 要保住就業 要保住這樣 保住那些 其實那樣東西 你的價值觀是跟建制那班 沒有一樣的 沒有分別的 所以這次最明顯的是 年輕人和新的那輩子 所謂青年財進出來的 價值觀是兩九班 是完全不同的 這才是最打分水的 完全不同 朱開迪劈頭第一句 說他自己的議員的崗位 不是用來接個案 扭人滑滑的聲 留意一下 非常滑滑的聲 問題是 這個議會文化 都將會出現很大的生態改變 就算戴耀廷也開始 明白什麼事情 就下一個重點 攻擊這個功能組別 二十多年後 你才說 戴耀廷出聲嗎 我有點害怕 問題是 一早應該要知道這些事情 因為外國的議會文化 在野黨 是會有一個影子內閣 影子內閣做什麼 不是隨時要代你去執政 而是每個政府的功能崗位 它都有一個相應的監察 專人看著你 會不會反過來 輪流執政一回事 但是你起碼要有這樣的架局 即是說 你連對陣都不會擺位 你就不要跟別人說 打仗 我告訴你 你人體 也有這個系統 是啊 你的人體 你吃得多 那一陣子 他的資科都會提你 所以變成 今次很明顯看得到 所謂生態改變 什麼家科 世代改變 什麼家科 就是你看看姚松妍 你看看朱凱迪 他開始做到影子內閣的功能 就是說你有一個專家 還有一個小組 是很專門的 是對著你某一個政策的部門 對到應的 他不是阻礙你賺食 問題是你做掉漏了什麼家科 你不要細緻 會跑掉 是 就這麼簡單 否則你如何發揮議會的監察能力 明白嗎 而泛民過去幾十年 是沒有做過的 沒有 沒有 但他們會說功能組別 是一個畸形的制度 金耀同研究功能組別 是 有多畸形 莫乃光的功能組別 有多畸形 有沒有發覺 好像另外一群 追你不到 就說你是雞 那些 是 選不到功能組別 你想想 泛民主派裏面 有一個長期佔據 穩固的功能組別 就是教育界 他們連勞工界都放棄了 你想想教育界做什麼 他主要是用教協的角色來維護教師的權益 他做出來的事 他像一個工會的代表 就不是一個教育局長 即是在野局長的視野 他根本不是在發揮影子內閣 應該發揮監察政策 朱文光做了多少年 就算交棒交到聖業的人 一樣都是這樣 他只是工會代表 工會代表 工會代表 他完全不是蕭根 不是監察教育政策 完全不是這個 完全不是影子教育局長 所以這次你發覺 就是一個所謂價值觀的很大改變 就是這個 他連土地價值觀都在改變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革命性 他們做不到影子內閣 都算了 你不要做了一個業界財團代表 混蛋 我覺得你廢不要緊 你廢站在一旁 你不要妨礙地球轉 現在怎樣對工能組別的痛恨 那麼深 我當然明白你說的 就是這個規則在這裏 你都應該 他一天應用 你都應該 那個也是一個戰場 入寸土必爭 為什麼你不爭工能組別 我不喜歡你 我就當看不到你 好像這次姚從嚴 你發覺原來 工能組別是可以出好人的 他不只是出賤人 你賤人是因為你過去 你沒有將他發揮應有的角色 所以這次快手到爆 不是第二天 我不是只出聲明 即刻開記招 你這次扮完惡如淚 走啊 我轉頭 10分8分鐘 我立刻做記招給你看 我逐個點擊破 這樣才是做事的 終於有些有質素的 意證 而不是漫罵 漫罵我都不覺得重要 你漫罵得來 實在你是在幫手 還是不是在幫手 你想清楚這件事 因為有人做秀 做得很足夠的 適當時候 就會不投票 失蹤 所以大家明白什麼事情 一切你看到 實際做事的結果 雖然有很多人 在議會裡面 好像很出風頭 說過很多事情 實際上哪個政策 關於他們的事 缺席率 還要上級三個 所以說 講諸醒一下 起碼是年輕人 不再受這套 這是好事 但我覺得更正 就是劉業強 我沒有說錯 劉王發的兒子 發叔 第二代 劉業強正說 對於鄉心的利益 他還要說到 是固有永有的 利益是寸土不讓的 他說 絲毫都沒有妥協的空間 就好 擺明居馬 擺明居馬 擺明居馬是好事 那你要硬著陸 這次 我只能這樣說 也不是硬不硬著陸的問題 而是 有些事情 你扮得差不多 你不會再扮 你扮和諧是沒有意思的 上一次大家要等著你才投票 結果欺負了 其實不是一件壞事 大家如果活在一個幻覺裏面 問題永遠解決不了 這次這宗橫州事件 很暴力地撕破了某些事情 而之後再發展下去 會是甚麼事 議會公民會完全不同 以前那些人 你怎樣叫也好 極其量 不是遺憾你 只要是拉布 這次不是拉布 是直接逼到政府 賣死角 你不給文件看就不行 不單止這樣 還要逼到政府內部矛盾暴露 你看看星期日 你好像在日本 財政司司長 我? 我沒有 接著林鄭 我不是委員 不關我事 我不是成員 嘩 那是誰試博過來 六八九 立刻說特首選舉 提早撕裂 提早整個社會的 團結的假面具撕裂出來 厲害 一試就激起千層 事實上是 其實我不會猜他是不是故意高招 你明白這兩個人 他不是故意高招 他在自己的崗位裏面 只是做足自己崗位的功夫 搞清楚這件事 他只是在自己崗位裏面 做足自己崗位的功夫 問題是 你反過來 從道後鏡看 十幾年過去了 有誰做過這些事 你想想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說 一個很大的分水 就是這件事 一早就已經說了 最大的轉變 就是那些人的價值觀不同了 所以進入議會之後 你不要看他 光譜有多闊 不知道散不散 不重要的 而是每一個議員 他進入這個組織裏面 他都有一個 法律上 社會上的身份 去做某些事 你懂不懂得 去發揮你的崗位功能 這個就很嚴重了 所以以前經常說 議員要專業化 專業化 不是給你全職上班 叫專業化 你做出來的事 是不是專業 這個才重要 建制的那些人 他要利用建制的那些人 去頂住這些人 是土崩瓦解的 完全是土崩瓦解的 你看建制那些人 仍然是最聽話 最唯利是圖的那些人 總之大家 培養出來的陰點出來 不是在街頭 你也會說 不是在街頭打出來的 在街頭打出來的 最重要不要站錯隊 所以跟大袋 誰站在身上 走出去就要跟 基本上 建制那邊 在看後宮公為片 那些 一樣 是因環轉 基本上 不是在沙場殺敵的氣氛 建制派現在在玩 是公為後宮 因環轉 那些歐心斗角 而不是真的有本事上陣殺敵 你明白嗎 現在這班人出來 是內務虎來的 你講得好聽 現在這班人出來 是照照見血 因為他們真的懂事 你明白嗎 這只是一個序幕 你明白嗎 還未正式宣誓上位 這班人還未上班 所以那時候 我又要說 很煩 就要提 我選司馬民 選司馬民 就是選這種國立詞 問題是 泛民容不下距 你明白嗎 對不起 我得罪了很多人 都要說 香港人的質素 就是 很多人的質素 就是這麼差 就是說 他不拉布 他不是說他不拉布 你們一直以為 拉布是唯一對抗暴政的手段 並不是 麻煩你的視線闊一點 你好像這次 他們還未上任 還未宣誓 他已經做到這樣 令到你所有政府內部的醜陋 是一桶全部爆鑊出來 機器跪下了 這次成立特區的三大扣 自己鬼打鬼 還未上任 已經是這樣 他用鬼拉布 我就是做了功課 我就是對爆你 已經可以 我為什麼選擇司馬民 就是因為他是這一種質素 你還要拉布 你拉了幾十年 你拉了過去的這麼多年 這麼多屆 不是說沒有用 有用 但他不是唯一的手段 你現在就是要用你的對抗手段 籌碼要增加 方法要廣泛 所以其實 常常都說 議會要專業化這個訴求 講了幾十年 這些傢伙 目前為止是做不到的 新丁做到 這就是其中一個議題 還有其他人 正如剛才所說 你還有爭取本土經濟 你去市的環境 你是不是要弱制這些財團 壟斷你的街市 逐個計劃 你看看 基本上衝擊是會逐樣來數 但是 有些遲 為何說有些遲 但是 九七五開始做到現在 正常做這件事 對 香港很可憐 就是浪費了樓市跌的那六年 剛剛來的 順勢轉型很重要 到了04年的時候 我突然間樓價又向上升 我覺得 那時候覺得我沒有了 都未算正式 沒有了 根本最大的升幅 是一零年之後的事 OK 就是曾蔭權 最後那一年的事 所以 你上次都沒有踢爆 樓價保持這麼低 供應是沒有減少的 那年代 你想清楚 還有六八九 很容易示範 房屋的問題 重中之重 這幾年裡面 他怎樣增加了私營房屋供應 你不說公營房屋供應 你說私營房屋供應 你私營房屋供應 全部都說幾萬幾萬元一呎 誰買得起 你供應了十萬個單位 都沒有用 你繼續這樣做 因為你的正經架構 是令到 本身已經擁有很多 物業房產的人 去吸納更加多的物業 方便你壟斷 他的制度是方便你壟斷 方便資本壟斷 你多建幾多樓出來 都仍然是這樣 分別在哪裏 如果泛民那些老鬼 以前說什麼 就是很左派那些 限制這些 限制那些 人們根本不是在理解這件事 技術上我不需要分 政治上的左中右 這件事 你只是給大家清楚了解 其實大家所看的都是假象的 已經是一個很嚴重殺傷力的事 到底你的空置率是甚麼加科 到底擁有權分配是甚麼加科 為何有這麼多人在 有這麼多物業在 而居然分配不到 這些技術上的問題你明白嗎 不要說單位 這次已經有很多土地的空置 很多根本是在圍地 在團地 那些發展商 就是儲存到正確 來改變土地用途 為何綠化地和棕地 會搞成這樣 為何要搞交易公園 根本現在整件事 那些人最怕是甚麼 最怕是比較 最怕是把事情合併在一起 當你把整件事合併在一起 官昌香黑 昨天六八九說 你猴志強都自己出來認 甚麼是沒這回事 梁福元都說了 他那些最本土都認了 那六八九就是離地 不要忘記整件事的開始在哪裏 小桃園飯局 鄉親從頭到尾都沒有變過 很過癮這件事 官府從頭到尾都沒有變過 從英國佬到現在都是這樣露點 你看整個方法 大家怒氣歸怒氣 我經常說二戰論戰 怒氣歸怒氣 為何以前大家會活在一個迷夢裏 方法裏欠哪一部分 就是欠了議會班人 你明白嗎 其實那些人是沒有變過的 商界沒有變過的 他一向都是這樣做的 一向都是團地的 鄉親沒有變過的 當政 泰公正樂全都是他的 自古以來 官是永遠都露點你 有射就得射的 你明白嗎 爭就爭什麼 議會從來沒有發揮功能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為了 所謂看熱鬧而看熱鬧 外行是看熱鬧 內行是看門路的 我會看到一件事 大家期望了很久 希望出現的所謂議會專業化 這次你看到什麼是專業化 問題就是下一步 是否真的還會有人懂得跟 這個問題就很大了 還有一件事要小心 就是他觸動到土地觀念 假設你真的好 即使順風順水 被你推倒了 或是推倒部分 官商鄉黑等等 土地供應 比較公義地 可以累到比較多 需要住屋的人手上 你其實已經動動到土地的價格問題 你是有機會 因為土地工業實踐了部分 土地工業 令到樓價真的下跌 這個是觸動到香港 大部分小業主的 以為的既得利益 他們可能是全班人對利 我經常說 我希望香港樓價狂跌 永遠不升 只剩下一成 是的 我說狂跌九成 我每年都去這個縣 但是 那不是沒有成真嗎 我沒有成真一件事 那些人當我比殺父仇人還差 殺父父 他們覺得沒有問題 真的 你身邊的小業主有樓 知道你說想樓價跌 他們就當我是仇人 終之仇人 希望生蛋我的肉 吞我的血 煎我的皮 我明白 斷筋賣 斷兩性 我又將這件事 講回日本 我這次在日本 我只是不想回來 我只是想要移民過來 我要搬過來住 大家的反應 我跟朋友說 那些人的反應就是 日本女人沒有地位 然後就說 日本壓力很大 又在那裡講這些 我直接講一個項目 說到最後 我不跟你逐點擊破 我只是講一個項目 我在日本開一間餐廳 不會三年之後 給業主雙倍兩倍租金 講完 現在不止兩倍了 是不是 我怕不止兩倍 日本不會發生這些事情 我開一間餐廳 我給什麼經營 它可以千秋萬代 可以永續經營下去 它不會因為業主 一個因素 你無論把百般努力下去 它只要業主一租約一舊期 馬上跟你雙倍 世界各地 沒有一個地方 好像香港那麼荒謬 價值觀不同 不是荒不荒謬那麼簡單 香港的價值觀 是要算盡 尋租遊戲 問你尋租遊戲 在什麼價值觀 會出現 壟斷文化才會出現 每個人都有土地資源 包括業主 小業主 價值觀和大地主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不過是你擁有多一點 我擁有少一點 是這個不同的 價值觀完全一樣 我聽到的 最近罵朱凱迪 罵朱凱迪 罵朱凱迪 最壞這個人 他不出來 那幾條 那三條非原居民村 那些村民不會來抗爭 搞事 最多這些人 沒什麼事 你們出來搞什麼 普通反敷走資 有一個聽眾 立即招呼你 阿楊 Dolphine Yang 樓價要跌 然後三個感嘆號 下一代好媽 好 絕對好 你樓價再這樣 你是將下一代 再下一代 再下一代的錢 掏空 他的財富 徹底由這一代 擁有物業資產 尤其是越多擁有物業資產 那些一代人 徹底逃空 香港的下一代 再下一代 完全沒有前途 其實不需要阿楊說這件事 你看看年輕人正在做什麼 有兩種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一是大家自己量度量 第二就是你肯定被清算 我可以肯定 年輕人一定清算 樓價不一定 樓價如果狂跌 香港滿盤家活 你全香港環境會改善 郊野公園一定不用動 因為現金的樓是多到你根本是 二十多萬個 樓月單位給住戶數目 二十多萬個 我只是想回答很簡單 Delfin Yang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會覺得 樓價跌是對下一代不好 反而 很簡單 現在樓價一跌 很多年輕人就可以創業 現在怎樣創業 連結婚都要分開住 男的和父母住 女的和父母住 人家連組織家庭的能力都沒有 樓價有行 大家都跳了一步 其實兩方面 一個困獸鬥裡面 是避如龍的雙方 這個矛盾原本是不應該存在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矛盾存在呢 因為你的制度 令到你必須要有物業 你才可以有財政資源去過活 為什麼會這樣設定 此其一 高地價政策先回答你 第二 第二 就是說 我們的產業單一化 是怎麼來的 讓大家明白了 這件事的相關關係之後 其實矛盾是假的 那些人之所以 為什麼很緊張樓 就是因為 如果你沒有樓 你自己就沒有了前途的保障 你沒有了儲值的價值功能 銀行也不肯給你一條線 你去做生意 你明白為什麼 所以整個制度設定 就是地產金融兩件事 都加在一起 就是所有事情 那些傢伙就繼續做奴隸 你做奴隸那些傢伙 就當然很緊張你的黑衣兜 你說打破了黑衣兜 他當然是當你是仇人 問題是你本來是奴隸 奴隸制度怎麼來的 明白嗎 所以這是假矛盾 所以你罵他沒有意思 我覺得沒有需要 根本就不需要有這場爭拗出現 大家應該一步回看 為什麼我們以前百花齊放的經濟 現在凋零到只有金融與地產 你看 你所有最有創意 最有生產力的年輕人 全會向外跑 你沒有辦法 在香港找到有前途 為什麼會這樣 甚至說 我們現在最新的科技 甚至3D打印也好 其實是可以做再工業化的 不過不會有人真的做這件事 香港很多年輕人 其實有國際揚名的發明 都出去了 都是沒有辦法在香港 打開一個好的市場 你記不記得 有一個很厲害的清洗 每次有人碰他 他會馬上清洗 那個人去了哪裡 不是在香港生產 跌九成是絕對合理的 其實你拿著一層樓 你覺得我一層樓一千萬 我給了一個兒子 那個兒子就很好 我問什麼 第一 他有一個地方居住 如果你是有樓給兒子 但是兒子有沒有資本去創業 沒有的 因為他要拿一層樓去押 他拿一層樓去押的時候 他就知道那層樓已經不是你的 你明白嗎 你根本整個是一個偽命題 所以你看資源去哪裡 現在還在那裡有人說 所謂公下活化那一刻 要害人 問題是你活化那一刻 就是棉島傾向了大地主那邊的價值取向 有人想在公下裡 這個水耕種菜 你說他違反契約 你不死嗎 所以根本就是 整個房屋政策 那個產業政策是錯到不得了 才令到大家這麼緊張那層樓 明白嗎 你想想像日本那樣 為什麼日本的業主不這麼緊張那層樓 你有沒有留意為什麼 因為不知道 永遠業權 日本的按揭可以做多久 幾百年 幾百年 至少九十九 三代 三代 因為當年天價那麼高的時候 日本的金融是 承認了這件事 就是說 他承認你這個資產 開三代也無所謂 其實等於你長租是一樣的 別人對產業的處理 跟我們產業的處理很不同 為什麼我們這邊的按揭指 可以做三十年 聽到嗎 因為2047 當然不是 以前的英國都是99年的 想清楚你就知道什麼事了 不知道 說吧 就是英國人對資產的處理方式 跟你現在的特區政府 是完全兩回事的 他不會趕盡殺絕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發覺英國人 當年整了匯豐銀行出來 世界水平是有原因的 因為如果他沒有這樣的金融體系 支持他的殖民地發展的話 他是PK的 你已經說到這件事了 反過來想到香港 有沒有這些所謂 近乎是政策性的銀行 想清楚嗎 每家銀行都在想要掠水 不是 每家銀行都是掠水的 世界各地都是 有誰不是想賺錢 不過政府支持他 你想想以前英國人的統治架構 是什麼樣子 說起來好像德淡少爺的黑幕 有很多他們留下的精彩 大家真的不需要印象 以前統治的次序就是 馬會 匯豐 然後到匯豐 然後才到港督 And in that order 為什麼 你真是社會裡面的訴求 在馬會 這個私人俱樂部裡面 說好了 然後拿給匯豐計算 匯豐計算得到 港督簽名 你什麼叫行政主導 你玩我 社會自己是在管自己 這些不是叫做自治 沒有叫做自治 沒有叫做自治 你不懂的話 就說你官商勾結 你懂的話 就知道港督也是像技圖章 真正是社會自治 所以其實就是 就算你看到以前的 新商名流 朱元超 這些所謂的民意代表 即是談好之後 交給政府計算完 可以的 就去 所謂行政主導派 只是執行那一下 但不是抉擇過程 抉擇過程 抉擇過程不是從上而下 抉擇過程是由下而上 蕭公說得到這個點 我想起 這是整體社會運作問題 其實英國是比香港 或者其他殖民地 有一個自行運作的權力相當大 然後說 那些盲目說 港督都是英國人委任 所有英國人說了 不是這回事 到了今時今日誰說的 不是特首 現在又不是北京 變成西環 西環好像跳過北京 來到發紅思靈 搞地方主義 兩體 這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那你那幫奴才 應該是最大的奴才 是什麼家科 就是議會出問題 為何從來沒有人揭爆 為何揭他不揭爆 我常常說異戰論戰 有很多人 腦衝血 突然爆了很多東西出來 我很冷靜 你說我麻木不仁也好 冷血 冷血也好 無所謂 很發細思也好 很油膩也無所謂 問題就是 外行就是看熱鬧 內行就是看門路 你看看 今次我會發覺 一個很過癮的轉變 一家科 你看看 現在真是專業化 尤重炎 朱凱迪這些議員 他一個人能夠做到什麼效果 相比 以前 你玩了這麼久 都出不到的效果 分別在哪個角度 你說 那四件事 從來都沒有變過 在那個方法以外 就是公民社會不成熟 不一定是人不成功 我不覺得選民真的不成功 問題就是 他們以前被腦點什麼 這是很重要的 你作為意見領袖 你作為一個議員 你作為一個社會上的組織者 你做什麼組織工作呢 你明白嗎 除了開那些個案子 接一下市民投訴 還有拿一下莊腳的票之外 然後說別人經常拿著餅總 拿了你的票 你做那些家科 這個好像反省 所以 所以2011年 公民黨梁家傑 提出蛇齋餅總 今次那四個字提升了 官商向黑 五年之後 那些洛杉仔和你 換過另外四個字 更厲害 有可能 公民社會 請醒一下 所以觀眾會打電話 為何想樓價跌 想大家攬炒 根本大家都在困獸鬥 自己人被人玩 何必呢 即是你Gladiators 兩個都落了牆 兩個字隊 大家看得多開心 他是要吃花心 你想想 你不論誰贏也好 官商向黑 都是贏了 你明白嗎 所以你們這些傢伙 繼續攬樓 你以為過世 都沒有意思 有一個聽眾 Richard Quark 這個人我記得他 一天他是反對 他說我太天真了 我選司馬民 那些 不過不要緊 你就不要投給他 你也不是住香港 他說 如果你這麼幸運 可以借七成上樓 樓價跌三成就馬上 全家產 不要這麼離地 我看美國的經濟分析員 他們有一個看法 是一個經濟學家 如果我記錯 他是認為 他不應該供樓 不應該 因為你越多流動資金 你的機會是越多 你把錢全部摘住 當然他講得很技巧 你摘住 你反而是沒有空間 給你有別的發展 你在看一個很簡單的比較 德國的自治物業的比例是多少 德國 不知道 兩成多 人家這樣不自在買樓 所以你會發覺 別人的經濟這麼強 是不是因為他很難買樓 不是 他對他們團地、團樓、團職物業 有很重的刑罰 香港有沒有 香港是獎勵來團 你要說一個很過癮的事情 因為別人意識到 土地資源都是要流轉的 那我到底這個制度 應該鼓勵你流轉 還是打擊你流轉 那你明白什麼事 即是作為一種生產力的必需品 空間 不只是地那麼簡單 空間 是資源來的 如果用了現在 我們這個價值觀 地產霸權的價值觀 包括港豬買樓的價值觀 拿著一層樓 整副山間都躺進去 什麼錢都不用 最理想的話 你會找自己笨 因為你能夠產生現金樓 你試試如果不是消耗了那層樓 去第二道 去增值、去讀書、去投資、去創業 你想想增值會有多大 那個經濟學家就是這樣說 問題是香港的港豬 就說沒有一件事是sure win 做任何生意都可能會虧本 但是買樓、磚頭一定會穩陣 他就叫做有買貴沒有買錯 這句說話 拿命的 害死香港 第一 我很不安 就是我媽媽會聽決戰中環 第二 我媽媽經常傳長輩圖給我 很多嘔心的 第三個不安就是 我媽媽三句不是兩句 就是你什麼時候嫁人 以及你什麼時候買樓 這些概念 是說到下世紀都沒有用 永遠都是有層樓 然後我跟她說我買 我去日本買 我不是在香港買 然後不相信我日本樓很貴 到後來她驚到幾天之後 她說 我看新聞說日本三十萬萬多層樓 真是假的 當然我已經發瘋了 我不是跟你說了很多次嗎 對嗎 東京都可以三十萬萬多層樓 香港買什麼車位都不行 我說你又不相信 然後你又要自己在另一道道聽途說 你才可以相信 所以說 你看回德國 日本很不同的情況 所以說 你看看別人的生產力 是投放在哪裡 那你就知道 那個增值是被誰賺了 明白嗎 所以如果你的制度 本身是不鼓勵你這個 物業流轉的 或者使用空間流轉的 又反過來 逼你那些人 把所有生產力 扔掉 令他們升值的 唯一有賺的 就是資產擁有者 這不簡單 你又問了一個很膠的問題 租金多少呢 不用住 如果你說德國 我看過一個 他就是 你可能覺得很荒謬 但他是一個地方 專門一個公園 就是給那些附送 那些中文叫什麼 旅行車 旅行車 可以住的那些 美國都有 歐洲很多地方都有 就給你拍攝在那裡 所有的一間一間 拍攝 有位置給你 有水電供應 有水電供應 有公共空間 有垃圾處理 人家一個月 你猜一下多少錢 你猜一下 我不知道 不過應該是很便宜的 你猜一下 他只是收你的水電 幾個水 五百元一個月 是幾個水 租金怎樣 我告訴你 你在德國找一份工 隨便一份工 二萬多元的工資 我在日本也做了研究 他們都是一個等待員 大約二萬多元的工資 可能三十萬日圓 然後裡面的交通費 可以全部報銷都可以 老闆可以幫你遮蓋 然後你用了五萬多日圓 你去租一個地方 其餘那些 你自己花了 你可以有生活 在香港 你計算一下 第一 你買不到樓 第二 你如果要出來住 一個幾十呎的通房 都一萬多元 對不對 你想想 你那個 Distribution 你的收費 是欠幾元 是欠幾元 分別就是在這裡 你有生活沒有生活 這個時候 你會想像到 那些人的龍門有搬 那裡交稅交多少 香港交稅交多少 這個 蕭公很厲害 蕭公曾經跟我說過 就是 你以為你現在交了16%的稅嗎 遠遠不止 不止 間接稅收 傻子 他那個間接稅 通過物業所吸納的 那個間接稅是全世界最高的 大哥 你以為你沒有買樓就沒事嗎 你交給業主 你想想你自己月底 剩下多少錢 你就知道你間接稅 你去餐廳吃那一百元 你那一百元裡面 到底有多少錢 就落了業主或者地產商的口袋裡 你吃的那些東西 為什麼會越來越差 我都說我猜到你說什麼 德國人要交多少錢 你不是就是 在最終的日子 你看他剩下多少錢 就是了 你又剩下多少錢 很多人很過癮 剩下一層樓會升值 先想想 有沒有想過近來那些人 開始反維標 是什麼意思 不知道 你沒有看 就是泰和村 踢走業主立案法團 你其實就算做業主 是大業主才有便宜 小業主 很可憐 一樣是被人餘肉 你知不知道 原本是沙田有個屋苑 每戶合二十多萬 是呀 此其一 所以你會發覺 你以為你做業主有便宜 你會發覺 那些東西慢慢會追上來咬你 好死定 還有很多人分裂了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剛才的案揭問題 是要縮得那麼短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你層樓明明不是那麼短 不是不大膽 你看這個結構的改變 做個很美麗的理由 你不應該risse 如果你一層樓 是有五十年壽命 為什麼我不可以 供五十年 很簡單 那個房子要保障銀行 但發現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就是如果你大業主 你是大地主 你發覺生意這樣做 如果你真的做生意的話,你的租金是可以扣稅的 明白嗎? 如果你真的做生意的話,你的租金是可以扣稅 你交少了很多稅 反過來,你自己要養活自己來交租金 扣不扣稅 你想想,香港租私樓的那群中產 或者租劏房的那群基層是很嚴重的 因為他們不會因為你租私樓而扣任何的稅 或者任何的租金津貼 所以港豬不明白稅務概念是什麼家科 你只是找自己笨 豬找自己笨,會覺得自己聰明 會覺得自己聰明 不然會有資格做豬 所以大業主永遠有一個手勢 永遠是盡量維持市場 不要太波動,不要跌 因為直接受影響 其實他自己就不是你 明白嗎? 你明白這件事的話 只不過是衍生出來 手指拉漏一點給你 你乘搭順風車 於是覺得好死爽脾 還有呢? 現在的稅制問題 他是過分傾斜在房地產 而這件事你覺得不關你的事 只要你不買樓便沒事 是不可能的 因為除非你巴比輪的空中流角 我建一間餐廳在空中飄的 那行 就算是網絡店 我當我是網絡店 開一間 香港首先不用做網絡店 因為沒得做 但我當你就算是 你伺服器不是落地的 你租伺服器的價錢 已經比外國多很多 即是任何東西都關注土地 其實英國政府當年是看中了這件事 他知道你任何東西離不開 你現在出去坐車吃飯 所有東西都在土地上來 而你所給的費用裡面 逛街吃飯 但是英國人厲害做什麼家科呢? 你都幫他交了信 英國人厲害做什麼家科呢? 當時他們設計這件事出來 其實不是有心做壞事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是間接管治的 所以他在稅制上反映了出來 他又通過了其他商業營運裡面 賺分錢落袋 他又叫間接稅 於是直接稅便少 其實不是說他特別聰明想到這件事 而是他一向都是間接管治手段 去做這件事 你的社會自己運行 你決定這些東西怎麼分配 但他發覺英國人絕來絕在什麼家科呢? 他知道不能夠揭責而餘 也就是說他明知這件事是間接稅的 如果他真的要賺盡 或者在地價上賺盡 你們這些人一定會官逼文犯 他知道什麼事 所以他發覺英國都做了一些很絕的事 公屋、居屋、合作社 做了很多東西出來的 所以他發覺很 paradoxical 很吊詭、很矛盾的現狀出現了 英國一方面把口說 自由、放任、經濟、資本主義 但同時他做了一件比共產黨更共產的事 重手干預 重手干預 全香港最大的業主 英國都會調整這件事 他聰明就聰明就聰明 行政主義就是這件事 而不是這群死蠢 只是想想賺盡 不是這樣理解 所以各位消業主 如果不明白自己身處的險境 稍後就跟議員討論 各位消業主 賺到信 押紮多盡 食人肉、飲人血 去到盡的 不是叫做自由經濟 自由經濟不是這件事 還有一件事 不要想著 我死坑死底捱到一層樓給我的兒子 這樣就算是可以了 他就有保障 你的兒子是否等於沒有後代 你的兒子有沒有能力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真的跟議員討論 當然是跟認識的 因為今次議會 開始出現了一個價值觀的改變 而其中一個價值觀的改變 就是一個知識上的改變 樣子上也有提及過 大家一直以為 香港土地工業不足 其實是假象 假象 你由這個拆解假象 開始進去的話 大家就會有些撥亂反正的事 可以做 大家不用勞氣 我們自小 教科書都說 香港地小人多 香港山多地小 這是事實 不過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令到房屋供應出現問題 是因為資本的問題 資本需求沒有辦法 是嚴重的操控 今晚就是時間所限 不好意思 說到盜獄那一刻 大家很緊張地產 所以我想下次 我做多一點功夫 跟大家說 大家千萬不要那麼勞氣 因為我經常都說 好死冷血地以戰 以戰輪戰 開始有些適應的議員 出來幫你發聲 就乘著這個勢 大家真的要平反 不要再為了你揹著一層樓 過不了勢 這是很重要的 好 下星期見 拜拜